而今晚在酒店补办婚宴的人还包含了艺人杨又宁 她跟她的太太Melinda其实已经登记结婚 甚至连女儿都已经一岁七个月了 但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所以这场婚宴直到现在才来补办 现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 而媒体也很好奇他们有没有第二胎的计划 她就直接发下了好语说要生一支橄榄球队 甜蜜一吻 艺人杨又宁跟爱妻Melinda等了快两年 终于布上结婚殿堂 那在那个观里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岳父 牵着我太太出来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套婚纱 其实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感动 那个时候是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Melinda一席透视典雅白纱 杨又宁黑色西装配上俐落的黑领结 两个人一岁大的女儿也担任小花童 不过被问到有没有想生第二胎 杨又宁幽默地发下好语 想要只要我太太答应我都可以 她那个时候是说一个球队这么多 我想说我考虑一下 对 杨又宁的太太Melinda小她七岁 两个人前年就登记结婚 但是因为疫情直到7月31号不办婚宴 在文华东方酒店洗开45桌 邀请了一票大咖艺人重心云集 很开心然后祝福他们就是 永远甜甜蜜蜜的勇育爱河 然后他们两个常常很喜欢 就是有些小豆嘴小半嘴 可是讲完之后她永远都会回头 再去称赞赞美老婆 然后让老婆就是哭笑不得 华登邦剧组全员出动献上祝福 王博杰谢心颖任爱后也首度合体献身 另外张孝辰余文乐还有桂伦美六月张震也都有出席 杨又宁的世纪婚礼比美颁奖典礼星光异议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